大家好,欢迎来到C您好,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集的词汇,第一个不景气,景气,景是风景的景,气呢是气息的气,就是说这个情况特别的好,就叫做景气,一般来形容经济,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最近经济不景气,好,第二个词,不堪,不堪就是说,比如说一个 车祸的现场,有车相互撞了,然后有人受伤,然后有人流血,现场很混乱,然后看起来很害怕,那这样的现场我们可以说不堪,就是不适合看,看了以后会引起不好的想法,我们叫做不堪,比如说现场很不堪,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,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,记得点赞或者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